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分享的题目是Dolphin Schedule在联统数科的应用实践 这边分为五个部分来讲解 一我们的背景介绍 第二就是应用性加强 三轻量化需求 四系统集成 五是我们社区的3.0相关的一些介绍 背景介绍部分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Dolphin Schedule 我们公司内部其实有大量的调度任务 包括我们公司使用Titope 这区Spark Slink 还有相关的一些计算里面计算的一些任务 然后公司本身内部也在使用商业化的调度工具 然后它本身使用特点以及可托载性相关内容 特别的完善 然后基于这点考虑 我们想能不能替换我们的现有的调度商业调度工具 也因为我们调度成本 然后也是基于它的高可音性 功能性和无尽这方面整理去考虑 然后在确定好我们的Dolphin Schedule作为后续调度工具之后呢 我们能够面临的一些挑战 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的任务比较多 然后设计的后续的扩展的服务器也是要多 所以我们能够离这个部署 做服务器部署 第二种迁移现有的调度商业去兼容 以前的任务的一种组斥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特性的 叫做工具特性自己 独有的一些工具的节点信息 逐渐 然后第三部分呢 我们针对于先有的这个版本去做Rx开发 Rx开发技术战事实 什么这个特点不足 是的 第四部分后续的这个功能迭代以及版本升级 因为我们也是合色具体结合 它后续的功能 然后在后续的这个版本的升级过程中 我们能够方便和更用性的去去升级 我们在选择Coffice Schedule呢 我们在当时设计的最终版本是1.3.2版本 我们在经营部分的调研和对比之后呢 内部也是做了一些改造啊 结合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发版内部的一个版本啊 然后当时发版之后呢 工作流的节点数 任务数 工作流的这个定义 这个任务已经达到了1万多 然后我们每日运行的任务的这个节点 有7万加 然后我们部署到节点 Walker节点数 达到了80台服务器 然后在二次开发方面呢 我们结合了对应的权限 以及这个我们节点的加强 然后包括我们的Walker分组 分别做了权限调拆发 说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当时在调量 调度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结合自己的情况 然后其实会贡献了那种社区一部分功能 比如我们的全球变量 以及任务的上下游的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采取设计结果 保有感到全球的下游的这种情况 调递 包括我们的循环节点的逐渐 然后提交的社区 社区也是基于我们的这种 在后续版本中也有体现 我们也能去试一试 然后后续的版本更新的话 我们是结合社区 然后做一个更改的 来到升级 因为现在社区是3.0版本 我们是3.2版本 这个版本之间呢 其实社区对于 这个分布时数 进行油画 且对于 对于后续的这个功能节点 包括它过线程的情况 我们都是想参考社区去做 对于申请 第二部分应用性加强 应用性加强的话 主要是在我们的看板 首页方面 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图表统计 方便我们去做一些 任务的进行 申请的工作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看板的话 你看到我们的项目总数 工作流总数 一场工作流 任务节点总数 以及一场的任务节点数 那这些内容 都是基于我们 我们这个在执行的 这个对应的表 相关的一些统计 是在24小时内方外面的 一个实际统计 那这里面 比较简单 没什么特别说的 主要是说 他的一场工作节点数 这边并且 他自己目光超时 没有有可能就杀掉 而且Henry到处 那个直观的团队 第二部分 记得看我们的这个项目 特别前十的 特别十的相关的一个统计 主要是涉及到 他运行成功和失败的一个 比状的一个关系 比例图 那直观的能看得到 每个项目下面的 任务执行成功的占比 成功的占比是多少 失败的占比 这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 是工作流运行的时间分布 那这个是截止到我们的 7加1昨天的统计的一个 但是他能看到 意思到某一天的一个情况 那这一块呢 也是结合我们的项目 我们在每个任务 运行实力的过程中呢 他的每记录下 每个运行实力的时间节点 那我们把每个运行的 运行实力的那个时间点 按照一天24小时的分布 按照每一小时的时间段 每个时间段内的具体的 运行的工作流实力的情况 然后可以看到每个项目的 他每个时间段内的运行 工作流的一个密集情况 通过他一起制造我们 项目的 运行的任务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方便我们出去做相关的一些调整吧 就是通过运行实力分布 然后再看我们下面一个实施 记得一个一个 因为我们的服务器 是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通过运行的运行的运行 我们能去管理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察 就是说看看我们有一个 Walker运行的运行的运行 但是我们可能比了Walker 和Master运行的运行 从那边少的运行 然后Walker有80的运行 然后当时想的就是说 我们能不能把每一时刻 Walker和Master运行 我们用实力的统计 做一个实施的统计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就用 调研 然后最终选行 我们的Statsd 加上Uflusdb 训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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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轻量化的 然后我们能够 利用它的内部的这四个组件的特性 Timer 然后同时 然后我们的Service 相关的一些 要用 然后我们需要去 利用我们Statsd的API 然后去嵌入到我们的Master Walker 因为要达到实施统计的一个目的 就需要去把Must Worker整理一次各路性的情况 接下来希望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考虑到好在Must Worker的 在服务调用的流转服务调用过程中 然后去做相关的统计 然后把我们的任务 用每次任务运行 就会做一次计计 发送到我们的BlastDB里面 然后GraphName去访问我们的BlastDB 然后我们的U1界面 也就是下面图表这边 通过API这边 要用GraphName作为一个后续的展示 那提到这一点的话 其实后续的话 其实基于我们StatsDB加GraphName 其实可以做一些扩展 比如说因为现在记得 就是说我们的每个Walk界点 下面的运行属于一个通知情况 那基于它其实是可以 可以可以观测到我们 和Walk上的东西 这个用户多和少 它的负载情况 我们可以去改进我们 去改进我们的 这个Walk分组的一个情况 那基于它的话 我们还可以拖展 比如说我们要用 我们时刻它机器运行的 它的内存的CPU的一个相当的情况 然后去做一个展示 然后也可以把这个 比如像内存CPU的这种 使用数据控制 或许根据使用数据的这个数据特点 然后可以计算出 计算出哪一系列的服务器 是适合于去做计算的哪一些服务器 就是内存的一个一定比较大的 然后去去用内存的大小 是CPU密集的 或者有显密集的 然后推荐给人 去选择自己的相关的 类型的Walk分组去计算 就是附计可以做这方面的拓展 然后应用增强的话 因为前面只是做一个图表展示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服务 我们的这个八个代服务器 对付同一个管理 那管理的话 那就需要涉及到它的版本升级 它的上限或者下限的管理的情况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的话 就是方便我们内部去升级任务 管理的情况 那我们主要涉及到Mask和Walker的 这个管理 然后我们要升级的话 因为Mask的主打是分发 那我们内部这边Mask 还承接着一部分 就是轻量级的任务 就执行的情况 那主要所以说我们在升级的功能中 首先要搞定Mask是不用的 所以说需要先升级Mask的版本 然后再升级我们的Worker 那是怎么升级的呢 我们就需要去看我们上面图表里 需要去做更新或取来更新 那更新里面是包含了我们的Mask 会存在 我们执行完毕 那执行完毕之后呢 然后就会标记Mask去下线 下线然后下线 然后下线 下线成功了的话 我们就会重启了 然后重启的服务性重启 然后重新去 去执行到Paper上去运行 那这里面设计到下线 下线的话 我们主要实现的原理是用Paper 接点很简单 当我们的当我们要进行下线 在Paper里面创建一个列表 就能记录我们所有Mask的 如果是他要去下线的话 然后去对比现有的 现在正在运行的Mask列表 即将要下线的这些列表 然后做一个对比 这样就会知道下线 下线的这些企业 对下线的东西 对Mask的进行一个企业 更新的问题 这个是内部的一个用心的改造 然后最后的话 如果说你在升级过程中 重启过无论中他失败的话 我们这边的按钮 是可以手动去触发 刚刚重新去刷新 重启 重新这个操作 如果说更新对版本有问题 支持这种效果 一个版本上面 这是Mask的情况 那Worker其实也是类似的 那么Worker呢 其实主要是承担于这个 保护国务里面 而承担于任务的运行 那他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种时代的更新 更新 然后下线 刷新重启 以及回路 可以操作 那主要是 也是他内部也是 就是 也是本来用作业运行 是否完全运行成功 比如说他下面没有任何任务去运行 他运行之后 他这边的状态也是标记他 是否是正常的 或者是标记他下线的 或者是正在重启 这种时代的重启 包括他对应的这个版本的进行 那有可能呢 他在每次升级当中 那Worker这种版本 他可能 他运行的所在的国际 他会需要去更新 他也是可以的 就是没关系的 可以记录你当前这个版本 但是他后台也不会进行升级 但是不会去重启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在下一次 在同一个版本要更新的话 就要跟我们一起去更新出力 所以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 自己服务的一个功能 然后下面呢 我们因为涉及到版本的管理的话 就需要去记录这个版本 到底是 到底是能每次上线 上线我新功能的时候 和进入到底这个版本 查一段 就是版本的信息 我会用这个版本的时间 以及文件 可以下载对应的当时那个版本信息 这是整体的管理 所以说当每次去做新的时候 API会去读取这个版本更新 这个配置信息 配置表 然后统一去把我们的最近 公共能力的博物去 去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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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的这个版本 去去 去更新到我们美派学器上 然后下面就还有一段 我们立场检测 因为 训练之后 有可能 失败 其他的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 在 一段时间之后 看一 应该 看自己 这个实验范围 去去 警力使用 情况 方便他去 去定位自己 已经不至于定位自己 自己 运行 失败 这种情况 其他状态的 然后 这个也是 因为没有多的自动化 是首先不出发的 因为 他会去查 我们实力运行的 历史的任务情况 因为这个表 数据比较大 都有上百万的数据的 一个积累 所以说我们的 那是去出发的 技术 或者是 介绍一场的情况 就是整体的应用性能 对 轻量化需求 为什么有轻量化需求呢 因为前期 我们做二次出发的话 是对于系统的 服用性 或者应用性 那后续呢 因为这些功能 如果完善的话 公司内部的 有其他系统 一个集成 是进行一个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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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相互 调用的一个 然后这个轻量化呢 那我们内部是因为有其他就是有其他系统 其他部门去拿回内部的使用 插招叫法 就叫做 内部比较轻量化 不像 内部的集成 那插招叫法呢 那插招叫法呢 其实 据我们教员了解的话 因为他们使用的相对比较简单 他们主要使用方式呢 主要是通过插招叫法这个助解 然后去去 在我们对我们这个病里面实现 它就有很多逻辑 他这个逻辑里面实现的话 这边 这边 去调用它 然后整体然后去提供器里过在 然后呢 我们就需要去抵立插招叫法和 关系是该丢的 这两个 有两种工具的集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是想让我们多分轻量化的去执行 我们简单说一下我们XXJob的情况 XXJob我们多分的差异的点 XXJob主要是它有一个调度器 调度器还有它的调度中心里面 它会去注册我XJob的执行器的一个进行 然后执行器里面最终是去通关了 然后包括Lite是基于ITP 一起求一个一个封装 做了一个ITP型的封装 然后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调度 基于ITP的这个接口去调用的 所以它的差一点是在我们这个 这个软件的整体的通讯 通讯与协议上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对于它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改造一些点了 首先我们是需要去一个注册中心的 然后本身多分里面它 它自己是有一个注册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技术上 需要在UI层面 API层面去做一个 基于XXJob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调度 调度注册的一个情况 包括调度是在我们的Mask 然后我们需要去做一些改造的改造 然后对于Mask的Server的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承接的是启动 那体的Server端 然后定义好过这个入餐 包括我们小一端 然后任务去需要去 如果任务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XJob里面 我们要启动的时候 去会去注册 像像我们的MasterServer注册 那我们注册之后呢 然后任务在我们的这个 任务指定去执行 执行完之后 去通知 执行完结果去通知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MaskServer里面去兼容 他的 XJob的这个协议 目前是很重要的 所以任务的用户 他击调入任务的时候 我们需要区分 到底是Torfin Schedule 是Torfin Schedule的请求 还是我们XJob的请求 我们根据不同请求 然后做相应的调度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要去让你读取到 XJob里面 对我们自己的一致情况 就是本地的一致 能够 能够返回到我们的这个Mask 这个对服务里面 整个集成 我们大概就变了一个思路去 有多多多多多多 当然这一块也是在我们正在 正在结果当中 就是这个情练码地区 第四部分就是系统基层 系统基层呢 我也是那个也是三方系统基层 因为内部的话有很多产品 很多产品他也想得到有这个 调度的这个用物的需求 但是呢 如果说每一个有调度用需求 他会给自己是一些调度的去 我们想能不能做一个第三方的这个 工作的有组件 扩展一个组件出来 然后 然后我们规定他的标准 然后就才会行 就是要说这些参数 就是实力 就是大力 能利用到 我们调度的高可用 高可用的不用科性 科性 做一个整体的科技 然后我们的设计思路呢 其实精英的结构成 我们是考虑到通过API 就整个去做一个接口的一个交用 然后主要是在用我们Must Must去对接的 我为什么考虑去Must 因为因为第一个就是 因为这一块只对Must 只承接了一个服务的一个 调用 就是简单调用 因为真正去执行系统的这个 运行的实力的程序 实在第三方系统 它只是涉及到一个调用和响应的过程 所以是比较轻量化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通过Must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们升级的话 我们内部做升级的话 对于Mark的数 对于Worker的话 是有机数量比较多的 要升级的话 升级的pass-off节点 对于这个风险 所以综合考虑 我们是Must去调用 支援界 然后Must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在NATI接单 要在第三方系统去使用 NATI服务的时候 我们要去传续对应的这个 这个参数给它 那这个参数是通装我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集群地址 这个集群名称 然后去参数 三分系统 三分系统里面 所以有一个应免去选择 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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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指定 读器 或者是 这个系统去自动去选择 去带过去 然后第三方系统 然后在执行完之后呢 把这结果去 把这些Must 这个结果 这个列表 把这个服务 那就是服务去读取了这些参数 然后去展示 去决定他的那个 选择那个服务器 然后去 去保证 用它来的结果 然后整个整个思路就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呢 我们是扩展了这个公众的节点 公众的节点 我们可以看到Member的图里面 是第三个系统的接入的 然后 我们因为是主要是交流路 推荐我们的 通常或者是大数据相关的一些交流 所以我们推荐的是其中 我们推荐的其中一个最质量 那后续可能没有 或者加数据 或者一些采集 它也会用到 包括上层 然后我们只需要规定好它的任务 内容 称 以及制定的这些参数 然后 然后 就是 CK的一个计程 所以这个转到我们 工装好的 我们的组织 都可以采用 实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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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入的实现 最后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社区3.0的这个 那社区3.0的话 其实对相比一点一点差和二点差 也大了 那主线主要体现在我们的 UI前端方面和后台方面 方向介绍是UI是非常快的 之前 然后会支持我们上的 WX 用这个 WIP线 然后 包括我们整个 整个 服务的这个 插件化的这个 拓展这些组件 这些拆散 包括 这些质量 官方这个 提侦 然后 包括我们的 Walker上 在这里他进行动力中呢 有这种 他会去 根据你的动物的情况 看你先有的对对对当前人权 支援 他会去看你的整体的动物 这个支援情况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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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一定的情况 包括他的这位 他的 SN 有些信息的有些新作用性 他就可以去参考一下这个面接的情况 嗯 我这边呢 会 会 利用 现有的3.0 特性 有个点特感 就给大家加一下 因为现有的这个方法 Jupyter Jupyter 我这 那一个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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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用 社区 插电化的 功能 其实他已经分不算清楚了 我看 这个 这个包的形状 主要是 这个 基本的这个执行的相关性命名 相关性命名就是 产生化的 然后 什么那些参数化 因为Jupyter本身就是 Tarameter的工具 Tasm的 要用我们Jupyter node 去提供 比如说他这里面就需要去拼接 整体的一个 就是 公司的拆除命令 不拍的情况 这里面就 这个 Jupyter task 这里面就实现了 抽象的一个 一个实际内容 啊 这里面可以说出什么 出什么 任务 然后主要是教练 然後進階我們的運行執行的命令 和相關的一些操作 包括實行的一些邏輯 實現 JobitaTestChannel 這裡面他會去主教任務 去主教任務 創建命令 然後最後我們成功實現工廠 因為他主要是插件化的操作 才去實現插件化規則 所以他這裡面去決定 插件名稱 這些實現 主要我們按照他的實現 去做其他的任務 這是後端的一個實現 實現 那前端的這一部分呢 其實也是比較方便 因為我前端這一部分 當我常常在前端 自己自己去獲得這些人 就行動 原先的這部分 支持這個local的支持 然後這樣 多可可以把s的交易 去支持 如果說後端邏輯實現之後 前端的話 其實只需 必須要去把一些 做一些不相的 去拼接去改造 內部的話 已經實現了一個 用方文明方 以及其道的 這個boss的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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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找家改造一些 還是挺方便的 其實就是適合於 如果說你不是的 前面能 就是 實際上 加在於 那最後 我們分享 這個 還要說 這個 有這個問題 就像 這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